大家好,我是灯塔 1991年7月的晚上 美国密尔沃基市一名黑男子报警称 附近一名邻居扬言要抛开他的心吃掉 警察随之找到一户人家,杰弗·达默 在他冰箱里找了大量人体内脏器官 甚至厨房的锅里还烹饪着以男性四处为原料的汤羹 还有一部分生殖器则被泡在了药水里 当作纪念品放于橱柜 1960年出生的杰弗·达默 被人称作密尔沃基食人魔 1987年至1991年间杀害17名年轻男子 最小的只有14岁 罪名包括监狮、石狮 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制作性僵尸 在受害者昏迷的时候往他头上钻孔 并注入盐酸或废水 他希望他们活着 但同时又是一个无意识顺从的伴侣 今天我们要看的 就是这个被称作世界上最接近恶魔的杀人狂 学生时代的故事 我的朋友是杀人狂 就像达默自己说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与其他人没两样 达默是个性格孤僻 看起来有些笨竹的高中生 上车路过一去都无死尸 达默探出头来 他似乎对这血腥的物体很有兴趣 他会随身带着一个黑色塑胶带 路过了两个邻居小孩 好奇里面是什么 一打开 二出扑鼻是一只死猫 达默契深深地说 我打算把它溶解了 爸爸是化学家 可以从他那弄点酸回来 说完就带着他们去自己的秘密基地 秘密麻麻的罐子里 浸泡着各种小动物残骸 他从袋子里把猫取出 平静地告诉两人 这酸比较弱 可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将小猫的机体溶解 孩子皱着眉 问他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达默说 我喜欢骨头 我很想知道 它里面是什么 达默的行为 在同龄孩子眼中 实在太怪异了 他们不信 以为这只是达默 自己瞎编 用来吹牛的东西 直到较劲的他 把一罐子 以溶解好的尸体 打碎在两人面前 他吓跑了 仅有的两个伙伴 在家里 父母各自忙自己的事 也甚少关心达默 母亲患有严重的遭遇症 曾服药自杀 整日的精神 都放在他的药片上 端上一盘鸡 里面还是生的 他并不打算放回去重考 坚持说 他游戏骗害弟弟 会让达默把鸡腿让给弟弟 也没心思 听他在学校的经历 只有父亲 偶尔会听听他说话 家里一团糟 学校也没好到哪去 他在学校没有朋友 走路时喜欢蜷缩起来 好像这样就能躲避掉同学们的嘲笑似的 不过 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说话 可他同样也是个落单的人 他每次不开心 就会回自己的小屋 摆弄动物尸体 父母还是日复一日的争吵 这天爸爸提前回家 知道达默已经在后院小木屋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生气地将他所有心爱的瓶瓶罐罐人进垃圾桶 说着宠物墓园该结束了 达默从小就喜欢制捷小动物 只是爸爸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达默仍沉浸其中 他希望儿子能走出这个小屋子 做些正常的事 小屋子被拆了 但他仍在继续捡路边的动物尸体 那天他在休息 路边慢跑的男人出现 他每隔一天就会来这跑步 好一段时间了 达默对他有种特别的感觉 心跳加速 久久不能平静 回到家 父亲知道自己的行为过于粗暴 可他生气是因为他在达默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那正是他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他就是这样 花了太多时间在化学实验室里 不会去交朋友 封闭自己 他只是不希望儿子再像自己一样 他送给达默两个哑铃 告诉他 这样你会看上去更有心 也许某个女孩会对你有兴趣呢 达默听了爸爸的话 没事拒绝哑铃 但也还是会去小树林 猎不动物 一天 他在班上被历史老师提问 不知道答案的他 为了掩盖自己的窘迫 他开始搞怪 却意外逗了班里同学 好像装傻能得到关注 于是 他在人多的走廊 学习了中风的人 引来一大堆同学的围观 他也成功交到了好几个朋友 他们觉得他搞怪的样子很艺术 还成了他的粉丝 成立了一个达默粉丝俱乐部 让达默当他们的无惧领袖 想用所胜不多的高中生涯 搞垮这个学校 其中一个朋友小德 还为他换了幅画 名字叫达默黑带杂物 第一次受到关注 被拥护他受宠若惊 从此 他将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安静的图书馆 一群女孩旁边 他们也有了个口号 一起来扮傻 校园生活渐渐有趣 可家里状况 却越来越恶劣 这天 达默想把朋友们带回家玩 发现妈妈又开始焦躁地乱吃各种药 她不以为然 还说 这东西 我在怀你的时候就吃上了 某种意义来说 吃这个对你还有好处呢 一听到说要去看医生 就咬牙齿齿地骂达默 达默只好找个借口 先支走朋友们 一日 三人来湖边闲钓 说是钓鱼 主要是来聊八卦 大家最后都会把那些鱼放生 只是他 无法抑制心里的欲望 似乎听不到朋友的话 剖开了这条鱼 所以念叨着 我只是想看看 他里面长什么样 马上就要拍年间照片了 达默提议 他可以偷偷混进各种社团拍照 假装自己是其中一员 为的就是想要爸爸替自己骄傲 因为他参加了很多社团 爸爸还没来得及说话 妈妈就走过来打断 看都不开一眼达默的朋友 又开始了无止境的争吵 情绪紊乱了母亲 甚至把怒气发到了朋友身上 她很难过 又蹲在路边观察那个慢跑的男人 这种莫名的情愫 很快就演变成想杀死他的欲望 原来这个男人是个医生 还给达默朋友看过病 他跑来医生的诊所 假装自己感冒了 问医生 你会知道病人的所思所想吗 医生说 不 那是精神科医生做的东西 他讨厌血腥事物 所以只给病人做做身体检查 而当他给达默做性活跃度测试时 达默的表情不一样了 他回到家 想着医生的样子 自我安慰 我只是很好奇 这些小动物的身体里长什么样子 医生 你会知道这些病人的脑子里 在想些什么吗 这些问题就像一个小种子 逐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老师带着他们去华盛顿游玩 达默被分道与一个黑人同学一组 他看着黑人许久 问 我很想知道 你身体里面跟我长得一样吗 比如说 你的胃的颜色跟我的一样吗 恶作剧总有被发现的那天 每个社团的合照里 总有一张陌生的面孔 达默 金发老师愤怒地 用马克比涂掉了他的脸 父母终于离婚了 母亲歇斯底里 一定要抚养弟弟 告诉达默自己终于解脱了 会带着弟弟一起离开这里 似乎达默从未在他心里留下任何分量 动物死尸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他找来一条活着的狗 但也还是下不了手 他想象着 床上已经躺着那名医生 看起来就像个活死人 渐渐地 他也有了酗酒的习惯 他又变回那个狐僻的自己 几个达默俱乐部成员想着 让他来一个极致搞怪 这周六中心商场里 他开始尖叫 吓游人 躺在地上表演癫痫发作 一开始朋友们都非常兴奋 可慢慢地感觉他越来越失控 他开始破坏商场里的东西 说是搞怪 其实更像是他的一场自我毁灭 他急去一个发泄口 带着一根棍子 准备拦下跑步的医生 结果医生今天没出现 从此小镇的林子里 常常出现被剖开的动物死尸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妈妈走的那天 他没有任何舍不得 达默问 你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吗 妈妈满不在乎地说 我没法跟你爸共处一室 他去就好了 毕业礼那天 爸爸送了他一辆红色小车 一天晚上 小德开车回家 遇到了失魂落魄的达默 这天的达默不再像从前一样 似乎总有心事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小德 小德送了他一程 问及他的大学专业时 达默又扮起了小丑 可小德已经笑不出来了 他拿出自己画的达默 有超级英雄的样子 喂鸟的样子 各种样子 只是不要再是小丑的样子 达默收回笑容 没有收下这份礼物 到了门口 达默问 你想进屋吗 黑漆漆的屋子 只剩他一个 爸爸搬去 与他的小女友住了 不知为何 今晚的达默 很是圣人 小德突然注意到 他手指间的血迹 达默骗他 说是颜料 他不停地邀请小德 去家里喝一杯 本来要赶着回家吃饭的小德 还是跟着进屋了 但他还是感觉不最近 没有选择留下 也因此逃过一劫 他打开车灯 瞥见达默手里的棍子 至此达默心中邪恶的种子已经成型 第二天 他开着父亲送的那辆红色小车 路过一个吃着上身的男子 想搭顺风车 达默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停在了路边 问他 想不想再参加个派对 我的名字是Jeffery Steven X 很高兴见你 1978年6月18日 这名男子跟着达默回到他的住所 人们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他是达默杀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他本无意杀他 只是因为这位流浪汉 在他家待了一阵子想走 他才将他伤害 最后肢解尸体 达默说 我杀他们不是因为恨 而是我想永远跟他们在一起 往受害者头部钻孔 注入盐酸或废水 也是这个原因 他想拥有无意识顺从的伴侣 1991年达默被捕时 这名男子的尸体已经找不到了 早与他后院的树林融为一体 他的17名受害者 没有白人 大多是黑人和亚裔 1992年 他被判作957年的牢 1994年 被同监狱一名资称 受到上帝感召的黑人囚犯杀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